原标题 郭空军绕到巡航完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据微博at空军发布12月12日的消息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今天上午发布消息说 中国空军在11日开展了例行性常态化体系允养训练 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到巡航锤炼提升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申进科大校是在空军高中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介绍这一情况的 他说11日开展的体系允养训练 空军出动了空腹6K 苏腹30 肩腹11汉侦察机 预警机 加油机等多型多架战机 空腹6K等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实施了绕岛巡航等训练课题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 检验了远洋实战能力 中国空军的这次例行训练也在一次遭到了中国空军运用摄影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关注 然而这次他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没拍着咱们的护航战斗机 只能公布一下我军12月11日长航航线 日本统合幕僚间部公布的我军12月11日长航航线 最后问题来了 大家猜猜这次空军绕岛巡航 绕的究竟是11岛呢 责任编辑 刘龙龙